从设之求全之 以及从根本之而得而达差别之 故与阵仗了之啊 像秘宗刚才讲用莲花作比喻 莲伴之胜负可欲增长 在莲花这个标法里头 莲伴粗开可欲了之 莲花拔半开腹 正行正常了之之意 密宗佛像 坐下的莲花表这个意思 他是不是真的坐在莲花上 不是啊 你要以为诸佛菩萨都是真正坐在莲花上 你就错了 不是真坐莲花了 他坐在什么 他坐在全十二制上 莲花是表全十二制的 那么在喜严教里头 莲花代表情境 表情境一些 表放下 你看莲花 根 生在泥土里头 池塘 泥土里 那代表什么 代表六道 他的经 在水当中 池子里面的水 代表四圣发界 神文元旧菩萨佛 代表这个 花呢 花开在水上面 这就表什么呢 染尽都放下了 水是尽 底下的泥是染 污泥是染 染尽通通放下了 染代表六道 尽代表四圣发界 花开在上面 开在一真发界 不再是发界 不要这个意思 不是真的 坐在莲花上 不要把个搞呆了 可是众生有这样执着 佛有的时候 给你献身 真的 他坐下一个莲花 或者足下一个莲花 为什么 记住 我们在这个经上 讲的很多了 佛很顺众生 随喜功德 你喜欢莲花 脑子里 佛一定在莲花上 佛现象 一定有莲花 很顺众生 随喜功德 随喜功德吗 佛有没有念头 没有 佛 我们众生有感 感恩有念头 他有印 印没有念头 他确确实实 不齐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你怎么想 他自然也怎么信 所以印的时候 完全是印 你的心 不是他的 要是他的心 他的心 什么像都没有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任言经上所说的 随众生心 因所知量 随心 因量 不是随自己 随众生 自己 自己没有了 自己这些 虚妄的东西 早就断得 干干净净的了 所以三种现象 都没有了 连自然现象 都没有了 他怎么还会有形象 全是随众生 那么福在教学当中 常常用莲花作品 不但 这在密宗里头 比全是而知 在咸教里头 莲花代表 清净不然 对于 世出世间法 统统不然 六道是世间法 四圣是出世间法 都不然 四圣尤其代表 更深一层代表 你看代表 阿罗汉 披制佛 菩萨 佛 连这些 全都不然 众生学佛 还希望能成个阿罗汉 成个菩萨 成个佛 真正修道人 连这个 痕迹都不落 这心夺干净 真的是 利益一切相 这下面这文 因连夜开复 而明信连台 连台代表 根本质 正表 从方便制地开明 而彻显 星远 星远就是莲花 莲作 又连台 根本质 又 渡身 四种 不离 神通 教化众生 献身 说法 不都是神通 而主 神通 从本以来 自然 安住 非从外得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如 原觉 金 本来 臣服 华严 金 也有这个 说法 顾云 从本以来 安住 神通 神通 有没有 其念头 没有 自然 所以 祝福如来 事现在是法界 事现在人间 是属于自然 自然现象 他没有人为 他没有通过思考 没有通过心意识 所以称之为 印 这个字用的好 众生有感 他来印 感应 道教 不可思议 众生 平 众生 众生 就 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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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